鲁迅先生曾说 我向来是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然而我还不料也不幸竟会凶残到这地步 人性经不起检验 特别是在你木秀鱼林成功的时候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大一哥朱之文 选秀节目星光大道为很多有才艺的草原素人提供了腾飞的机会 李玉刚 凤凰传奇 阿宝 九月奇迹 都是通过这个舞台一度火遍全国 对于很多人来说 彼时的星光大道成了改变命运的造型机器 山东省何则是善县猪楼村的村民朱之文 自然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 毕竟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的他 早已在田间地头苦练歌唱十余年 2010年的星光大道上 朱之文穿着一件军大衣 一一曲滚滚长江东市水 征服了现场的评委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一时间农民歌唱家大一哥等等荣誉称号也随之而来 朱之文彻底火了 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好 这世上有两种东西最不能直视 一个是太阳 另一个便是人心 随着朱之文爆红以来的这十年时间 人心的丑陋也在他身上体现了淋漓尽致 或者也可以说 从朱之文爆红的那一刻起 众叛清理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鲁迅先生曾说 我向来是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然而我还不料 也不幸就会凶残到这地步 人心经不起检验 特别是在你木秀于林成功的时候 朱之文的爆红也彻底打破了 他老家朱罗村的平静与和谐 一些人的淳朴与善良 在利益的去世下早已消失到一干二净 出名后的朱之文也开始频繁接到商演 换言之挣的钱也越来越多 就像很多人所说 大一个是唯一一个走公后 没有旺本的草根明星 所以即便是成了全国文明的农民歌手 朱之文依然没有离开自己的家乡 不仅如此 他还出钱给村里修桥铺路 购入精神器材等 而且还大方的借钱给邻里相亲 可以说单从这一点来看 村民们也享受到了朱之文成名后的红利 直到2017年前后 网上的一篇报道 彻底撕开了一些村民的丑陋面具 大一个朱之文也一度成为了众人同情的对象 报道中写道 朱之文爆红后 很多曾经看不起他的人都纷纷找他借钱 最多的一户人家甚至借了50多万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还钱的意思 朱之文去找他们要账的时候 不仅拿不回钱 还会遭到冷言嘲讽 因为在一些人的心中 朱之文来钱快 钱多的花不完 根本不应该来找他们还钱 不仅如此 本以为做了善事的朱之文 实际上在一些村民的眼里啥也不是 指责他修的路太少 认为他应该给村里每人买一辆小汽车 一人给一万块钱 他的生活条件稍微提高一点 就会被指责炫富 不像农村人 总之朱之文的名气是有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人性之恶也越加明显 见不得别人好 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没有人理解他 甚至还有人把村里给他立的功德碑给砸掉了 事情发展到这里 朱之文沉迷后所带来的反噬 已经慢慢拉开了帷幕 伴随着朱之文的争议也越来越多 随着短视频和直播行业的兴起 朱之文的曝光量也大幅提升 这背后的始作俑者 除了幕后团队的操作 还有一大批靠拍摄朱之文为生的邻里相亲 当摄像头代替了锄头 村民们发现拍摄朱之文 可以轻松的挣到种地一年的收入 于是朱之文的家里 每天都会涌入几十上百号村民拍摄他的日常 当个人利益触及到集体利益 矛盾就此产生了 大一哥一方面享受了频繁曝光带来的名气 一方面也不胜欺扰 他的小院逐渐变成了公共场所 他的个人生活也不再有隐私可言 下地浇水有人拍 媳妇吃饭有人拍 出门取快递也有人拍 哪怕是去上厕所 门口都有人等待着 以至于那段时间 不受尊重的朱之文 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 就是下意识的抬头看 窗子外有没有摄像头或手机 因为每天从天不亮开始 就会不断的有人狂敲他们家的大门 口中还喊着大一哥 很多人还会直接翻墙头进院 哪怕他在门上安装的铁钉 写了私人住宅严禁闯入 攀爬危险 后果自负的警告 依然挡不住人们的热情 去年的一起串门事件 更是把这些拍摄者的道德底线 降到了最低 而且这也证明了 在这个明星被粉丝捧得高高在上的时代 朱之文在拍摄者心中的地位 一如既往的不高 大家只是利用他赚钱 心里依然瞧不上他 被直播的朱之文看起来很惨 却又不能改变这些现状 一方面来的人都是 乡里乡亲的熟悉面孔 不好得罪 另一方面就如网友们猜测的那样 他和村民是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 假如有一天村民们的热情不在 大一哥朱之文的热度 恐怕也会大幅下降 拉面哥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21年 一位美食博主的短视频 把憨厚淳朴的拉面哥 带到了全国观众面前 一时间无数的网红摄像头 把拉面哥团团围住 仿佛曾经发生在大一哥身上的直播现象 又一次出现在了拉面哥身上 事实也的确如此 拉面哥 大一哥 他们都属于流量负载体 很多网红都希望能吃到他们成名所带来的红利 最初只有大一哥一个人可供拍摄 之后随着拉面哥的名气逐渐扩大 越来越多的摄像头开始从大一哥身上转移 似乎大一哥也借此获得了难得的安宁 从往年的门庭弱势 到拉面哥出现后的门口罗雀 大一哥往日熙熙攘攘的大门前也变得冷冷清清 众人调侃 大一哥被冷落 朱志文被抢走了热度 那段时间朱志文确实有了一些动作 先是故意从屋子里挪到院子里洗头发 目的是为了方便被人拍摄 而拍摄者把视频上传后给到的形容是 大一哥敬业 另外就是平日里紧闭的大门打开了 大一哥也罕见的在大门口隐身高歌 之后还以一个过来人的姿态 告诫拉面哥千万不要得罪网友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事情发展到这里 大一哥的热度有所回声 却也被质疑大一哥是不是在蹭拉面哥的热度 甚至有人调侃他的内心事件 你能不能来我们家门口拉面 我怕自己凉了 调侃归调侃 却也暴露出众人的一种看法 大一哥慌了 在那些流量之上的网红眼里 谁的流量大就依附谁 相应的大一哥的热度 也一直是依靠这些人的直播拍摄才保持下来的 实际上 不管他喜欢不喜欢 他的周围总会有一批人在帮他宣传 就像我上面说到的 没有了这些人的热情 大一哥的热度很明显会下降很多 所以看到这里你会发现 大一哥朱志文的成名之落 有他的歌唱势力 但也少不了那些热情的村民们的宣传 这也是他被一部分网友质疑的原因之一 2020年11月份 媒体人张晓磊突然在网上爆料 直指朱志文睡粉 十年换了十个经纪人 人设不符 炒作等一系列恶行 很多人这才开始深巴朱志文成名背后的故事 不巴不知道 一巴吓一跳 原来张晓磊和朱志文是老乡好友 而且前者可以说是后者的伯乐 会唱歌的人太多了 但是想要名气不减 必然少不了团队的运作 张晓磊就很擅长这些 他不仅担任过微博大学的校长 还在娱乐圈和媒体圈都有着很强大的人脉关系 所以朱志文成名前后的造势 张晓磊功不可没 在他控诉朱志文的文章中曾写到 喝完酒我给他送三句话 不能离开农村 不能和老婆离婚 不能说普通话 这句话看似在解释朱志文没有离开农村的原因 实际上就是两个字 炒作 张晓磊不可能不知道他这篇爆料文的重量 能说出这么一段话 爆出这些真假难免的猛料 背后肯定有着我们外人所不知道深仇大恨 至于是什么恩怨 朱志文的另一位好友兼伯乐 古传民似乎给出了答案 就在近日 电影导演音乐人作家古传民 在网上发布了一条 关于朱志文侵权我多首音乐文学著作权商演的相关说明 大概的意思就是 朱志文涉嫌歌曲创作侵权 他被告了 他还在网友的评论下方留言写道 其实并不只是钱的事 因为有些事让人心里极度不舒服 这句话的背后暗藏深意 而古传民这个人则跟张晓磊一样 在朱志文成名前后都给过他很大帮助 比如给他宣传造势 给他写歌 甚至是在朱志文出现负面新闻的时候 主动替他说好话 而且在张晓磊控诉朱志文那段时间 古传民也扮演着和适老的角色 然而从2020年年底开始 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一心为大一哥的古传民 先是疑似因朱志文娶儿媳妇时 没有邀请他参加婚礼而愤怒发文写道 出名不后悔 打脸陈世美 没过几天 他又在网上公开发文表示 朱志文已经委婉地拒绝了给自己的诗集提写书名 事情到了这里 二人关系的裂痕已经出路端倪 今年四月份 因为喝酒问题 古传民又发文暗讽朱志文 是个臣服很深的高人 两人之间的最后一层窗户纸 也就此捅破了 于是就有了近日 十年好友撞告朱志文的一幕 至此 大一哥朱志文的两个多年好友兼伯乐 均与其反目成仇 一个与他交物 一个跟他对博公堂 情义不在 唯留是人似懂非懂的恩怨纠葛 而大一哥这边呢 对于张小蕾的控诉 他的回应是 都是胡编乱造的 网上还是一致倾向我的多 对于古传民的起诉 他则回应称 侵权一说并不存在 他没有做对不起自己的事 没有做对不起别人的事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至今二人也没拿出相应的证据 来证明自己的说法 所以孰真孰假 我们不得而知 也不先做讨论 知道的是 跟朱志文在网上公开交物后 曾经帮助过朱志文的张小蕾 选择黯然退场 只留下一句 以后再也不提朱志文 满是失望 事情发展到这种反目成仇的地步 张小蕾 古传民与朱志文之间的恩怨 已经不能用孰是孰非来形容了 一方面 二人倾尽全力 将农民歌手朱志文 推向了全国观众的面前 不管初衷是立即的考虑多一些 还是纯粹的做好事 最终的结果 确实是感谢朱志文的人生 让他从贫穷的农民 变成了风风光光的农民歌唱家 有了钱有了名 另一方面 朱志文的成功 离不开自己的歌唱实力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伯乐们的亲力相助 是不争的事实 换句话说 二人对朱志文是有恩在先 按理说 一向伯乐们的朱志文 应该心存感恩之心 这才符合他的人设 但是如今朱志文 跟两位恩人公开反目成仇 这不得不引人猜测 三人背后的利益牵扯之大 也更加容易让朱志文 在网民心中的人设有所动摇 我不知道三人经历了 怎样的利益纠葛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从朱志文成名以来的 种种经历来看 跟乡里相亲的矛盾 跟好友伯乐的反目 以及备受争议的儿媳妇 大一哥不倒 陈亚南部跑的传闻等等 或许从他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 草根逆袭的那一刻开始 从他接受伯乐的帮助开始 就注定了 他会一直受着于这个名气 利益所带来的反噬之中 处理的好 名气依旧 利益共享 处理的不好 人设崩塌 打回原形 不过就目前来看 似乎朱志文处理的还算不错 至少无论哪一期事件 最终的受益者 都是这位农民歌唱家 他的利益和名气 似乎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是我最后还想奉劝朱志文 第一 从蒋大为到古传民 版权问题的争议一直不断 希望他能够重视起来 毕竟身为一名歌手 这是需要经常面对的 最基本的问题 第二 从张小蕾到古传民 从邻里相亲到网友 多年的好友 一个个的离去 口碑也从众人捧的同情 逐渐发展成两极分化 这里面有他人的利益纠葛 有他人的贪念所致 但他自己真的没有问题吗 俗话说 一个把掌拍不响 他也应该反思一下 自己为什么会从淳朴善良的大一哥 变成了如今饱受争议的朱志文 第三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喜欢大一哥的人 喜欢的是他的歌声和他的淳朴 但是当哪一天 他的专业能力受到质疑 他的淳朴人设不再牢固 当我们在网上 只能看到千篇一律的 类似炒作行为 那时候的反思 对他来说才是最致命的 所以 希望大一哥能够积极面对 网上的质疑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用自己的歌声和不忘初心 真正的做到 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别人